Mr. Yang 周三妞妞 你想去澳大利亚? 今天我要告诉你10个澳大利亚的奇葩现象 Let's go 它们爱吃袋鼠 袋鼠不是它们的国宝吗? 为什么会想吃它们的这么可爱? So kawaii this name 而且吃袋鼠肉在澳大利亚是非常普遍的 在超市也有卖啊 而且它们还有袋鼠披萨呢 不要敢啦 Yessie跟No的奇葩用法 它们的Yess跟No跟我们学的都有点不一样的 你说Yeah OK啊我懂啊 但是为什么Yeah后面还要加个Nan呢? 然后Nan的后面又要加个Yeah You want to grab a bite? Yeah Nah 咱们加点吗? Nah Yeah 咱们搞定是Yes跟No Jack Nan 兄弟和敌人的奇葩叫法 这个真的是没谁了 他们喜欢叫他们的兄弟Cunt Oh my god 我不是很想翻译这个词 但你们应该可以猜到这个词是很粗鲁的 然后他们不喜欢的人会叫做Mate 不是应该要倒过来 他们喜欢用西脖子喝酒 爱喝酒没关系啊 但他们喜欢用西脖子来喝酒就真的奇葩了 我好奇他们怎么干杯呢 Cheers Cunt Yeah 他们很爱剪写单词 他们基本上说写了所有英文单词和句子 我真的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了 McDonalds Mecca Facebook Facy Australia Straya Dinner Dindins 他们平时说话就是这样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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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土豆不能超过50公斤 在西澳大利亚他们的法律规定 你的土豆不能超过50公斤啊 不管是买卖或者是运动不行的 但是 我每次为什么要背着50公斤的土豆在身上呢 Facebook 喝酒的奇葩叫法 他们喜欢把喝酒这件事情呢 叫做on the piss 对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嗯 on the piss 这么开心欢乐的一件事情 要把它叫成这样 真的就奇葩了 奇怪的安慰语 should be right 中文的意思呢 就是他没事 should be right 在任何需要安慰的情况下 都可以用哦 Your car broke down Yeah should be right Oh you broke your leg Yeah should be right 嗯 我们春节 口音都一样 澳大利亚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居然只有一个口音 英国这么小 都有好几十种的口音了 可是澳大利亚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 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 嗯 酒吧喝醉是不合法的 澳大利亚人非常喜欢喝酒 他们平均每人一年可以喝高达680瓶啤酒啊 但如果你在酒吧里面喝醉的话 他们会把你丢出去的 如果你不配合 他们可以报警去抓你的 这个法律很奇怪 但是又好像很有道理哦 去澳大利亚前 真的要好好了解一下 他们的一些奇葩现象啊 不然遇到真的会蒙的 我就蒙了 呵呵呵 我是明明可以靠脸的 但偏偏不要脸的 Mr Yang 掰 OK Don't do that Don't do that 我摇得到的 我摇得到的 我摇得到的